美國麻省警方正在追捕在逃的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第二名嫌疑人 另一個嫌疑人已經被警方擊斃 巴基斯坦警方逮捕前總統穆沙拉夫 並且將他移送伊斯蘭堡一家法院 罪名是他在2007年當政的時候罷免法官 伊拉克準備在星期六舉行地方選舉 當局加強安全警戒 委內瑞拉選舉當局說 將審核在星期日大選當中 還未審核的電子投票 在赫麥龍被伊斯蘭武裝分子 綁架兩個月的法國家庭獲得釋放 全球最長壽的人粹 日本的牧村次郎又惠門 慶祝116歲生辰